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最后一个就是品牌分析工具的一个选品 那么这里啊,刚刚已经跟大家说过了 要进行品牌办案之后才能开通该功能 那么开通,如果说这个功能你已经有开通的话呢 你直接点到品牌,然后这里有个品牌控制面板 在这里呢,有一个品牌分析跟搜索词优化器 搜索词优化器啊 一般来说,如果说你要选品的话 如果说你要选品的话呢 你就需要,你需要在品牌分析功能上面去进行相应的一个操作 品牌分析功能呢,你可以看到亚马逊 在这里,在这个界面你可以看到亚马逊全平台 各个内幕啊,比如说Amazon你看对吧 各个内幕搜索 比如说你可以选择相应的一个内幕 或者是说你可以只选择它的全平台,Amazon Come 然后呢,如果说你想要再计划一步到Beauty的这个内幕 那么你可以选择Beauty的这个内幕 选择了这个内幕之后呢 然后就可以看到在这个内幕下面 客户就买家搜索最多的一个产品 然后呢,再把它按照点击量 或者说按照它的一个搜索量 这样去排列 然后呢,你再到里面去选择需求最大的一些产品 然后选择需求比较大的一些产品 然后再到前台去,呃,通过评价数量 然后价格,利润,呃,评价数量,利润这些方面 去进行相应的一个选择 啊,决定适不适合你自己来做 这个是品牌分析功能 你如何,如何帮助我们去选品 其实大家,嗯,没事的话可以多去看一看啊 这个东西其实有的时候是很容易挖到一些 比较小众的一些产品的 但是前提是你,你可以,你,你如果现在也不知道干啥 然后呢,也不知道卖什么的话 你可以在你感兴趣的内幕里面多去选一点些内幕 去点一点就挖一些跟你的内幕相关的一些产品 然后呢,再去选择相应的内幕 你在这里可以怎么去做呢 你选择一个相应的一个内幕 比如说Camera and Photo 然后呢,在,在这里呢,你可以输入一个 因为在这里它可以输入,Asian也可以输入关键词 这里因为把它挡住了,我这里没办法给它去看 你可以说一个,比如说跟厨师机相关的一个关键词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很多跟厨师机相关的一些配件 如果说有一定需求的话 它其实是会出现的 然后呢,你再去前面去印证 可能有些配件 或者说它比较新 或者说是比较小众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可能别人都不知道有些 很多卖家都不知道有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去卖 或者是说你在某一个内幕里面 你发现你的竞争对手上了一个新的产品 但是呢,你不知道亚马逊上买家搜的 它的需求是如何的,怎么样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直接把ASM输到这个里面 然后去看一下它一个搜索量情况是怎么样的 对吧,其实都可以的 那么这个它都可以帮助辅助我们去选品 然后呢,同时呢 我们还是在同一个面板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关键词搜索工具的这个面板里面 我们除了这个功能 除了能够帮助我们选品之外呢 我们在这里还能够看到 比如说在某一个内幕下面 在某一个搜索在我们已经规定的某一个搜索结果下面 比如说搜索某一个关键词 或者说在某一个内边 搜索量从高到低排列 对吧 我们可以看到 点击率最高的三个层面的ASM 并且,并为你提供他们的标题啊 点击率转换率 以及说listing的前台链接 这个时候是非常方便你去定位和分析竞争对手的 同时呢 你也可以去参考他们的listing 去对你的你自己未来即将要上架的listing 或者说对你自己已经存在的产品的listing 去做相应的一个优化跟分析 同时呢 同样的还是同样的一个地方 你也可以通过关键词 亚马逊的关键词搜索工具 输入我们自己成员一个词根 比如说你是做背包的 比如说backpack对吧 做词根 然后按照日周月季度 四个维度来查询客户在亚马逊 搜索量最大的一些 搜索量最大的一些关键词 你就弄一个词根 就比如说我是台词呢 比如说我是一个NAMP 或者说我是一个WomenJazz 对吧 看一下客户 在这个词根之外 客户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搜索词 把这些搜索词呢 作为你的 你可以在这 对这些搜索词呢 做一个点击 点击率和转化率的一个教训盘 然后呢 选择点击和转化比较高的一些词 三个竞争对手 三个竞争对手 他作为你的一个广告头发 选择竞争对手 作为广告头发 同时也可以在这里选择搜索量比较大的 几个跟你产品相关的一些关键词 去优化你的广告 去优化你的关键词头发 也可以在这里去选择 点击和转化比较高的竞争对手的A层 去对你的定位广告 或者是说去对你的A层投放的广告 去做相应的一个优化 那么这个呢 其实也可以帮助去优化你的广告 其实它的作用还是蛮多的 然后同时 你也可以在亚马逊的这个关键词 搜索工具这个地方 就输入任意的一个A层 看他们转化最大的一个关键词 以及说在这个关键词下面 其他的一个竞争对手 就是除了输入词根 然后再输入他的一个A层 那查看他 查看你的竞争对手 他的转化率主要来源 这些词根下 就是在你的这个关键词 搜索工具这个地方 同时的输入词根 加上竞争对手 最大竞争对手的A层 词根加A层 然后可以看到这个竞争对手 在这个跟这个 你的词根相关的一些关键词 他的一个搜索点击和转化的情况如何 然后呢你再根据他的这些词去找到 去找到这些词 然后去优化你的广告啊 这么说应该绕得转的啊 当然当然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适合一些 比较已经已经对亚马逊相对来说 比较熟悉的至少是有 差不多半年以上 一年左右的一个经验的卖家 去做相应的一个分析 如果说你是一些新手的卖家 可能你连亚马逊的规则还没有玩得很转 所以像这种的话 可能对于你来说还是有一些难度的 那么在这个在这里呢 如果说大家想要 对你的品牌的一个分析功能 做进一步的优化分析的话 我是建议大家有一定的运营基础之后再来使用啊 但是在这里呢 我觉得它比较有用 我说的话就一起给大家说了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品牌分析功能 给大家能够提供的一些帮助 第一个就是选品对吧 然后第二个呢 选品看需求选品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能够帮助大家去优化你的广告 也就是说定位竞争对手 优化广告 优化你的listing 其实它的作用我觉得还是蛮大的 大家可以去 如果已经有这个功能的话 可以去后台看一下 然后呢 最后我们来对比一下 刚刚跟大家说到的几个选品方式 一个优缺点的对比 那么亚马逊的榜单选品 我们先来看一下 亚马逊榜单选品的话 它的优点是比较快 很快 而且只需要战队操作 比较适合一些就是新手的一些卖家 然后但是呢 它除了一些固有的信息 查不到 如果说你不吞过数据工具的话 你是没有办法查到销量 遍体销量和销售一些数据的 没有 而且它主要更多的是 依靠一些主观的判断 所以不是特别的没有那么的精准 但如果说大家能够结合一些数据工具来用的话 会更加的精准一点 那么第二个是DIOS板块的一个选品 那么在这里呢 你可以看到近期热卖的一些产品 就是做DIOS比较多的一些产品 但是呢 你有些产品就是一些无法去参加DIOS的一些品类 比如说成人用品啊 或是说一些各户类的一些产品 那么像这种的话你可能是看不到的 然后同时呢 有一些 有一些就是低价轻货的产品 可能会影响到卖家的一些判断 它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那么第三点呢 就是谷歌趋势的选品 它的数据呢 非常的大 覆盖面很广 但是呢 它有一个很大的缺点 就是数据结果呢 它往往不能够完全和亚马逊这个平台达到完全的一致 它是存在一定偏差的 因为毕竟它的数据基数是补个自己的搜索引擎 所以呢 这里呢 大家也需要去注意一下 然后呢 像我们同样的跟大家说的 我们使用品牌分析工具 去做节日机爆款的一个选品的时候呢 它可以就是短期内获得大的销量 然后获利可能能够短期获利 但是呢 它的生命周期比较短 你只能是赚一些快钱 而且不能赚大钱 所以呢 大家如果是说想要长期做亚马逊 做的比较好的话呢 建议大家去选择可以长期发展的一些产品 然后呢 最后呢 就是品牌选品法 这个它最大的缺点就是比较复杂 不适合新手 然后呢 但是它的优点呢 就是数据 它是比较是完全亚马逊的大数据分析的 是完全贴合亚马逊这个平台的 而且是 而且它是经常的更新的 所以呢 它是精准 有用 但是呢 操作复杂 不太适合新手 所以我刚才也跟大家说到 我觉得我有的时候 我觉得我讲的都有点绕 如果你没有一个运营技术 可能还真的 没有办法去理解 而且我是不太方便去展示我们自己的后台 所以 也是用的截图 可能大家 没有 如果完全没有点开过那个版面的话 可能还有一些不是特别理解 所以大家可以 可以自己都去看一下 这是每一种选品方法的优缺点的一个对比 那么这个呢 就是上面的这几种方式 一二三四五 上面的这五种方式呢 就是针对于贸易商 就是没有 完全没有选品方向的一些贸易商 或者是一些新手的一些卖家 大家一个选品的方法跟思路 大家一个